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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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禁止 车号88888 右边的话,右手上面,左边的话,左手上面吧 这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文官,它是五官,这样子分开的 然后我们以前季州岛的话,都密约岛,刚刚结婚的人来季州岛 然后一定要摸哪里呢?摸鼻子 是男生 对,是男生 摸耳朵呢? 是女生 但是呢,不要摸在一起哦 这什么意思? 不信仰 不能不能 什么都有 摸肩膀,这是健康的意思 摸肚子,发财 发财 但是大家记住,对,姐姐,看一下 那蔡姐姐摸到哪里?摸到这里 这里是哪里? 对,胸部啊,太小啊,姐姐 哈哈哈哈 对啊,我中间在这里 所以呢,我们这个季州岛啊,季州岛啊,季州岛 它就是我们一个季州岛象征的东西 所以呢,如果能看到这个石头爷爷的话呢,一定要摸哪里? 不是,我摸这里 摸健康 健康很重要啊 然后但是,摸这个右手边的,右手边的石头爷爷,摸他的头的话呢,就是聪明的意思 然后,我们季州,但是不要摸这边呢,左手边是五罐呢,以前的五罐不是那么聪明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我们这个,我刚才说了,我们季州岛是男生很不与重的 所以呢,前面呢,前面是人吧 那后面呢,后面看的时候呢 那后面呢,后面看的时候呢 后面是什么 姐姐,后面像什么 后面像什么 后面呢,这是一个男生很重要的部分 哦 哈哈哈哈 所以呢,我们韩国人也是一样吧 哇哦 太早的时候呢,前面也要拍,后面也要拍,OK吗? 好,大家龙头爷来这边 龙头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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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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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头